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这一节就会和大家解答股票上的疑难 有点想问可以打给我们 电话热线借204-6566 电邮地址ask at vschannel.com 轮到郭sir和我们聊天 郭sir 早晨 早晨 先听王小姐的电话 早晨 我想问1816和1800 18163.23入了 18009.6入了 现在不知道该怎样 中港核电力的1816 股价来说 暂时靠稳去到3.1的水平 就在3.23就入了货 如果要回家 是否也要等一会 郭sir 等等 实际上来说 中港核的基本因素不是差 因为入内地经营11个核的项目 而且未来 中央政府应该还要在沿河一带 发展多些核的项目 但市场的看法是有少少保守 觉得股值也不算特别便宜 2.78的招股价升上3.6日 其实在当时来说 气氛比较迟热 但往后的走势一直放慢 直至近期来说 更加有一些逐步下限的形态 3.05仙是上市以来的低位 这个防守性很重要 如果一旦跌穿了 情况就比较麻烦 因为再进一步向下望 就是招股价2.78 3.05价买3.05价买 其实来说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我记得去首日挂牌 见了3.07价 之后就升到3.06价 3.06价 之后一路回头 后期再跌穿3.07价 即是技术上已经转弱 3.05价买有少少吃亏 无论如何 如果你纯粹短炒 我提供一个止蚀位给你 3.05价 不对板跌穿了 你就止时算数了 毫多指的风险 其实相对来说 不是很大 但如果你说买得不太多 你作中线的部署 我也没有意见 但我觉得暂时来说 它不应该是市场焦点板块之内 起码现在的黑暂时来说 都不是的 至于中交建 反而可以留一留 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基建相关的板块 市场看得比较好 尤其中交建在海外 那些基建的承办合约 其实毛利相对比较高 早前股价走得比较急 升到10.02号市 现在这一分钟 仍然处于一个 升后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相对4元5元上来 现在属于一个高台的 一个幻限的 或者上落的格局 等待变化 短期比较具逢手性的支持 应该是8.46元 和8.61元 如果9.6元钱买的 有中线的心态 现在暂时来说 暗兵不动 当然市场的焦点 早前摆在券商股 保险股 内行和基建股上 这一浸 暂时会放在传统的南丑 包括回控 中仪 腾讯 有帮等等 身上 我想 不是太多货 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暂时可以先等等 基本因素还不是好的 或者估值不算高 以往值来说 9倍的市盈率 其实暂时来说 都是等变的 如果拿货少的话 就稍稍等等 是啊 OK了 王小姐 喂 王小姐 其实我想问 你找一个3.05元 是说 一开始的时间 试过3.05元 就一定要走 不是 这个是看你自己的决定 如果你拿货少 你是中线投资 你看好整个核电的前景 是没有所谓的 如果都是先放在那里 但如果 我们纯粹买来炒的 真的买来炒的 3.05元 一跌穿了 你就要走 因为很多 在3.27元 楼上买的 当它跌穿3.27元 你当然要走 因为那些炒的 很多是投机的 3.25元 买下的 也在看一个位置 3.05元 一跌穿了 那些货都是要走的 对你影响有多大呢 就视乎你拿货 到底多还是少 我刚才说了 拿货少 你就有个心理准备 股价都会反复 不过不要紧 反正拿得少 撒伤力不大 但如果拿货多 自己睡不着觉 有压力 有时没办法 你就要葬事准备 或者减绑 好 谢谢王小姐的电话查询 其实E-mail 都是问116 中港核电力 但反而没有货 刚刚听郭sir说 可能都要等一等 如果未有货 就等一等 未有货 就不用急 如果你说真的 我不是买来炒的 我纯粹是中线的部署 你就分阶段慢慢买 很难跟你说 股价去到哪里最低最低 因为早日3.05仙是最低 今天也见过3.06仙 其实技术上来说 都还是反复大远的 起码现在这分钟是 如果有中线部署 我只能够说 分住慢慢买 不要不够 OK 多谢先在E-mail方面的查询 下一位家庭观众 我们听听就是陆先生 Hello 你好 早上陆先生 你好 我问493和1101 好 那两个有没有货 两个都没有货 OK 那我们先讲郭美 郭sir 其实今天来说 郭美出了一个营起 不过别人看一些分析 就说他营起 好像是假营起 因为头三季做得好 第四季做得非常差 所以虽然预料的顺利 就比起去年增长有四成那么多 但就说不是太交到数 再加上 就是美国方面 就有私募基金去减持它 所以股价今天来说 售额 暂时跌6%去到1.08元 是啊 美国私募基金减持 加上他的所谓的营起 刚才已经解释了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 现在内地的消费 很流行在网上购物 有不少人去到 郭美的店铺 看好某个型号 然后跟着在网上订购 其实问题不大 始终都是去自己的 不过网上销售的电器 是比销售的便宜一点 我想说的是 以往买博美 就是因为市场需求很大 店铺门店多 市占肯定是大 但现在刚刚相反 你全部零售大部分 都流行在网上订购 如果店铺越多 只是做一个show room 反而你的租金 水电集费、批费 开支是比较大的 我不觉得有太大惊喜 如果要入市的话 你留意一下 我不管你怎样也好 1.03元是一年来的低位 跌穿了便要止蝕 如果你纯粹买来炒的话 1.03元一穿了便要止蝕 但如果你说 我是中线部署的 大把股份好买 为何要选到国美呢 是吧 好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是6.35元 是1.01 1.01 都没有放是不是 不好意思 不要这么说 多谢你电话支持 现在来说 去到8.03元的水平 郭Sir如何部署 1.01 融成重工 其实招股价是8元做船 我常常开玩笑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船 是否做潜艇 8元潜到现在只有8毫 最低是6毫6 如果你有个心态 来到这么低 我是波波反弹 我没有意见 8元的招股价 现在只有8毫多指 有些真的会招股 无论招股价 第一个技术上的低位是7毫半指 如果纯粹短炒 跌穿7毫半指时算熟 如果你说买得比较多 反而要留意 一年的低位是6毫6指 如果一穿了当然逐沉底 由低位上来 有些少少断定了形态 始终跌得比较深 初步的阻力应该是8毫7指 这是一个星期来的高位 如果能过得到的 满回浸上去9毫9 亦都不为过 相对招股价 百元来说 现在根本没了九成 如果你想说 执死鸡的心态 买一点点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始终来说 来到现在这个价 风险是有限的了 就算真的不对满下去 我7毫半指舍 我输了给你7个线 如果纯粹短炒的话 可以一搏的 没相关 不过就记得 7毫半指是你的指舍位 初步的阻力是8毫7 过得到的 满回浸上去大概9毫9 好 好的 陆先生 多谢你的电话 谢谢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郭Sir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问题想问 继续会解答大家的股票问题 千万不要走开